我们接下来进行 产线仿真和虚拟调试的示范 我们先打开这样一个制作好的产线 进入这个校验环节 来校验PRC程序 机器人的程序 以及这个速控机床和物料输送带 等等设备的一些工作情况 来校合程序是否正确 来计算生产的节拍是否合理 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产线的环境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设置的情况 这是一条产线 这里面有科马的机器人 有三轴的机械臂 以及物料输送系统 两台车床 一台洗床 以及其他的一些配套设备 在这里还有两个夹具 两个自动控制的夹具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生产线 我们来看一下 要想做到跟PRC的连接 要做哪些设置 在外部连接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要看到我们对于这个虚拟PRC的一个定义 我们启动的虚拟PRC 已经进入了那个启动状态 在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要去校合一下 这个PRC是否能够成功连接 它这个已经是正确的 做完了这个校合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信号的对应关系 在我们软件里面的信号 跟PRC的信号的一个 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排序 那关联上的信号打了勾 这是我们软件内部的信号 这是在外面的这个信号 有这样的一个列表 所以这个是刚才PRC的这个定义 我们做完了这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把软件给它放到左边的一个屏幕里面 这是我们的系统面板 在这样的一个界面里面 我们把它出死位置 在第一个攻站会 当我在PRC面板上面 按一下这个启动键的话呢 它就会弹出一个弓箭 然后这个弓箭呢 会在这个输送带上去运输 然后再去到位以后 有传感器触发机械手下来 抓取这个弓箭 然后给速控车床上料 这是这个场景的一个设定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把它进入这个启动状态 进了启动状态以后呢 我在面板上面去操作 按一下启动键 这时候这个弓箭就跑下来了 跑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位 机械手下来抓取 抓取之后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然后机床的防护门打开 这时候把物料到位 然后自动的夹头把它夹上 加工完毕呢 把弓箭取出来 到下一个弓位 下一个弓位呢 放到一个自动化夹锯上 一个翻转的动作 要翻面 翻面之后呢 再去上料 因为是双面的车靴 把它到位 等它加工完毕 因为车一刀 这个端面和那个外缘 它只需要几秒钟 再到这个输送带 这输送带呢 再把它输送到这个 科马机器人的 这个 科马六轴机器人的这个上面 然后再去把它放到夹具上 输控洗床的夹具上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作业动作